来关注击打夺命断桥的调查进展 距离万拉巴鲁水利灌溉区的工程师指出 桥身窄小 柱子的支撑力不足 加上最近暴雨冲刷 土壤沉淀 可能是引发大桥坍塌的原因 万拉巴鲁通往西岭花园的大桥 昨晚10点15分突然坍塌 造成两名17岁少年莫哈莫海卡和莫哈莫哈兹奇 连任带车醉桥身亡 距离万拉巴鲁水利灌溉区工程师 莫哈莫伊德里斯初步鉴定 桥身太过窄小 在暴雨来袭时造成巨大水压 可能是灶火原因 所以如果�ambatan ini dibuka lebar besar lagi dia akan boleh selesaikan masalah banjir juga sebab terkena air banyak kuat dia bentuk dia calvert bulat kotak kecil dia jenis dia jenis cecekik sikit dia akan tolak air ke belakang ke belakang dia akan berlaku mendapat mendapat dia akan dikaji belakang jamatan ini tersebut dia akan berlaku tersebut dia akan berlaku dia akan berlaku 新桥 不料没能及时阻止悲剧发生 而居里万拉巴鲁国议员 拿都塞夫丁到访事发地点 承诺会尽快协助修建大桥 避免对居民出入造成不变 另外由于两名死者遗体 被埋在瓦里堆下 拯救团队被迫击碎大石 过程兼具 即直到凌晨12点 才成功移出遗体 瓦哈莫哈兹奇的父亲悲痛表示 一家人原本准备一起出外用餐 不料千亿弄人 我想要去吃凌晨 和阿姨和阿姨和阿姨 我先去旅行 我先去旅行 我跟阿姨和阿姨 在当时 当时 当时 弟弟弟 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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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在承诺 他在承诺 后来 他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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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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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 两名死者的遗体 已经送往居林医院 剖验 案件暂时列为猝死案 他在承诺 可能是 他们在承诺